好了 孩子们 还是那句话 预期完了吗 那如果你要预期完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如果你要没有预期完 按住暂停 自己做一做 好吧 这些情报上事实上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做了 只不过是有些小点上可能会出错 你就把那个陷阱找出来 自己从空里爬出来 你别老是带着你走 结果你一个陷阱都没遇见 你就说 咦 这么简单 然后你一去做作业 做题的时候 呱唧呱唧 哐哐的往坑里跳 这是不是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呢 通过预期找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带着问题来听课 这才是有效的听课 一起看一下题目 第二题 把一个表面积为96平方分米的正方体 切割成两个完全相同的长方体表面积 我讲多少 像这种题目我们应该怎么办 哎 你就记录那句话老师说的啊 就是像这种题啊 我们应该在读题的过程当中 去把图画出来 正方体 所以你看到的正面应该是一个正方形 它的表面积为96 表面积为96 我立刻能做到什么 跟表面积相关的 立刻在大脑中思索 六个面都相同 对吧 所以每个面应该是96除以6 16 这样分别 对吧 好 然后呢 切割成完全相同的两个长方体 那切割 你发现多了 答案16 是16吗 错哪了 一刀多两个面 一刀多两个面 所以应该是 对吧 所以表面积增加的啊 是多了这么多 32平方分米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啊 我们做题的时候呢 最好画一道增割线 对吧 让别人看得清楚一些 第二个 一根铁丝长36厘米 如果做成一个正方体的框架 棱层是多少 如果做成一个高三厘米 宽两厘米 的长方体框架 长是多少 来我们一个个解决呗 这个有点像什么 周长 对吧 所以第一个空 棱长 哎呀 不好意思写 真的是so easy 棱一共有12条 是不是应该都是相等的 所以是 三厘米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如果做成一个高宽 都有的 问你的长是谁 那如果它要做成长方体的话 咱们说长方体怎么着来的 四个长四个宽四个高 对吧 总共36 所以四 那说明长方高应该是九厘米 长方高九厘米的长也应该出来了 九减三减二 所以长应该是四厘米 对吧 那你看 这两个其实考察的是不是都是基本公式啊 那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那那因此老师说了 你课前 必须去写 做一做 那你看你现在在听课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悠然的享受一下对答案的成就感 好不多说啊 看下一个 第三题 有一块长方体形状的蛋糕 长至12厘米 宽是6厘米 或是5厘米 问你一刀下去 最少增加几厘米 诶 诶 你来回答一下 他说老师 这个还有最少 不然是固定的吗 你琢磨一下 我可以给你画个图啊 长 宽 高 对吧 你没发现老师画的长方体还是很帅气的 对吧 诶 长呢 是12 宽呢 16 高呢 15 对吧 这一刀下去最少增加多少厘米 我们知道一刀一定会多几个面 一刀下去是不是一定会多两个面 对吧 老师有别的缺号吗 除了可以这样切之外 是不是可以这样切 是不是还可以前后的切 对吧 所以左右切上下切前后切 那怎么切 切块面还能最小呢 哎 那如果我是这样切 多的是左右面 对吧 左右面是五层六 如果我是这样切 多的是上下面 五层十二 如果我是从这切 哎 多的是前后面 哎 这个是前后面 是吧 这样切 多的是前后面 刚才说错了啊 我这样切多的是 上下面 放下面是 六层十二 对吧 所以通过这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要想达到最小 事实上我们应该怎么切 哎 你要想最小增加 这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增加这个 对吧 所以你在切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切 哎 所以最少增加的是 五层六 注意啊 再乘个二 六十 平方分别 对吧 如图所示 嗯 这是 朋友们 假如说这道题啊 他如果问你啊 如果这么问你啊 说我这个 切两刀 最多 增加 多少 那你怎么回答 哈哈哈哈 有同学就回了 像切两刀 最多 每刀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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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 你 上下的横着这样 切的时候 是不是多出来 面积最大的 那因此切两刀 是不是就会多 多多少 注意啊 一刀不是多七十二 因为一刀多两个面 是不是会多两个七十二 所以两刀会多 再来一盖 是这个 是这样了吧 好 这个没问题啊 那好 那如果我再考你 同学们啊 这道题呢 我给你变一变啊 如果这道题 我给你变成什么呢 我新增一个考点 如果我这么问啊 如下图 切割 球表面积 怎么切割呢 还好了 我先这样切一刀 我再从这儿切一刀 我呢 再从这儿切一刀 这时候让你求它的 表面积 你求求看 如果我是 以这个包装纸的形式 咔嚓一刀 咔嚓一刀 那这样咔嚓一刀 我这样分了几块 你先说 八块啊 上面是四块 下面是不是四块 一共八块 哎 这八块 所有的表面积 合是多少 合合 哈哈哈 是不是不行了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很简单啊 好 自己想一想啊 我擦一擦 好 做出来了吗 答应应该是做出来了 我们慢慢分析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切开 不切开 它原先的表面积 有影响吗 原来的 原来的是没有影响 只不过是 你切一刀 会多 两个面 是这样了吧 哎 你比如说我这样 横着切一刀 是不是会多 上下两个面 对吧 那么至于上下这两个面 是分给它了 分给它了 还是分给它了 还是分给它 还是分给它 分给它 分给它 是不重要 总算一言之 就是多了 上下两个面 对吧 好 这一刀多了上下啊 这一刀 多了左右 这一刀 多了前后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 那么你会发现我这三刀啊 这三刀下去 多 上下 左右 前后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上下 两 对吧 左右 两 前后 两 对吧 那事实上是不是就是 我们知道 左右的大小 前后的大小 上下的大小 是不是就这个数啊 对吧 一乘二 这是不是你就多的 对吗 我们 我们这不光是多的 而且你原来的体积 是不是也是这个 算一算 这是90 加上它 90加上它 好像是162吧 162是不是324 对吧 这是原来的 Cm的平方 再加上你这三刀 多的 所以应该是 324 乘以2 648 平方厘米啊 对吧 能跟上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复杂的啊 好了 这就是通过 整体法来 这个计算 你切割出来 这么多块的 表面机 对吧 当然了 如果你再做 七几刀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 也能算得出来啊 我在这呢 就不太能大家 注意计算了 咱们再看一个啊 看这个 小明的爷爷 打算做一个 无贯的正方体鱼缸 棱长为四分米 请你帮忙算一算 至少需要 多少平方分米的玻璃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说这道题 考察的考点是什么 鱼缸 几个面啊 几个 四个 六个 到底几个 五个啊 它没有那盖 对不对 所以说五个面啊 棱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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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呀 它由于是做了个正方体的 这个 哎呀 这简直是白送分的 是吧 白送分米 答案是几啊 一个面是四乘四 一共有五个面 所以是 四乎二十 八十 结束了 对吧 当然了 你要是做的工整一些的话 你应该选个打 打 爷爷 用 玻璃 打死 平方分米 是不是就结束了 对吧 好了 不读说了 关于表面机呢 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关于切割 你要稍微留个神 好呗 记住 切割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刀 多两面 我来说 词 词